嗯 老陆 下班这么早啊 和莫总去吃饭 巧了 我呀 也是来接我的未婚妻去吃饭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先忙忙 不整你干嘛 莫名其妙 走 校长 我们去吃饭 这些 是以前你吃饭的时候 捡你点的 哦 我该怎么跟他开口呢 你放心 以后有我在 牧师不会再有人欺负 对不起先生 今天我们店做主题活动 只有情侣才能进去就餐 否则只能到普通就餐区 哦 不是 我女朋友刚进去 刚那就是 那也不行 里边请 这 这也行 嗯 是的 这个 是我女朋友 也行 嗯 长这么帅 竟然是个死宅 社长 嗯 记得我跟你提的那个唐雪吗 嗯 我记得呀 她是你最好的闺蜜嘛 对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你们都省省不力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才造成了一个 美丽的误会 呦 老陆 太巧了呀 我沉 你又来这干嘛 我为什么不能来 餐厅又不是你们开的 我来约会不行吗 你对象呢 嗯 你的平保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爱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看看你自己的手机吧 想半天了 喂 哦 好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 男人要以事业为重 快回去吧 嗯 小刘 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 是 吃醋了 我会吃醋 怎么可能吃醋 那你跟到这儿来干嘛 我碰巧路过不行吗 碰巧 多碰巧啊 情侣活动现在开始 请大家到舞台区 快吃东西吧 能参加我们店内的情侣活动吗 只要拍下亲密照片 就可以获得这款 真属于情侣的拍力得 嗯 不用了 谢谢啊 怎么拍 这边请 两位终于看镜头 男生可以抱一下你 有你这么抱吗 是面对面吧 可以靠近一点 不要害羞 哎 对对对 再靠近一点 嗯 今天 今天 你先说吧 你 这次回来之后 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可能是 经历了一些变故吧 哎 我就是看你跟老陆那么亲密 我跟陆星杰没什么 我才不信 他就是误会了 之前 他在国外跟我闺蜜有一段故事 他就以为那个女孩是我 所以说我 所以说我 你们今天去餐厅 就是为了说清楚这事 不然呢 笨蛋 走吧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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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 哦 老板 解释一下 Kings 吼兄 你终于到了 要不是你打电话跟我说陆星杰 居然这么没良心 还演瞎 那要是当事人你 跟人家说了实话 哪来那么多事 那我不是怕他误会 我是失利的女人吗 那现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得解释 行了吧你 刚回来就想懂消息 把东西放下 去公司 怎么样啊 带你参观完了 牧师的各个部门 再想去哪一个呀 要是真在这工作的话 那还是想去 去哪儿 小黎 有个合同学要你出面解决一下 学长 你没发现 这儿多了一个人吗 你是 小黎我们先解决夏庆问的事 他怎么了 小雪 你先别着急 你等我回来 真是眼下又没良心 夏叔叔 您这份方案严重违反竞争条例 请您回职修改 否则我和陆总绝不签字 商业竞争 重要的是利益 谁在乎什么手段 难道陆总能保证自己以前没这么干过 我从没做过这样龌龊的事 年轻人 说话不要太满 当心以后打脸 夏星人中文发展方案有问题 我知道 所以我才叫你来 他这个方案里面提到了E&I公司 我之前在档案室里见过 还说要帮我的忙 看来是要我帮你吧 你哪位 我是小离的闺蜜唐雪 小离 是孟刘 我们在学校都叫他小离 走走走 带你去找他 小离 你那边有吗 还没有 找到了 在这 谢谢啊 小离 其实我一直 你们在干嘛 完了完了 这下误会大法了 没关系啊 我们又没做什么 没你个头啊 奇怪 我刚刚要找他啊 有些闹释 我们又是小离 所有人都่ pot 带我去 香港梦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以恩哀甜品 你怎么在这儿 是沐梨让我过来做你秘书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 我记得你啊 你是小梨最好的闺蜜吗 既然你要当我的秘书 那你就帮我做一份小梨的喜好表 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做你的梦吧 眼瞎没良心气死我了 不行再想想办法 这个是我为你制作的小梨喜好表 鸟儿再追不到它 可就没救了 算了吧 还有不喜欢我 它不喜欢你 怎么会把你们的合照放在办公室里面 真的 加油 明天周末 密室探险去吗 好的 你是不是害怕呀 这么紧张 我会害怕 你一会儿别被假哭了 谁哭还不一定呢 木柳 别怕啊 我不怕呀 是你怕了 木柳 你觉不觉得我们时候有个人 没想到你居然怕鬼 胆也太小了吧 我什么时候怕鬼啊 还不是你吓唬我 你看你自己刚刚那个样 哆哆嗦嗦的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没有去过鬼屋 我 我平时那么忙 哪有时间去鬼屋 我信你 一段藏匿秘密 来自一盒晚宾 说只能忍起火怕 燃亮往空心情 山顶分裂天空 大地归人真集我和你 我我拿错了 没事 反正我们 木柳 其实我 其实我今天挺高兴的 接下来 我也好安心处理牧师的事情啊 走吧 你怎么才接电话 木柳人那边失败了 我早就领导到了 现在挡务之急 是阻止木柳长圈 我会送你一招王台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别忘了车祸 你是在帮你自己